这市长可能要更谨慎一些 总统蔡英文忍不住在提点 要台北市长柯文哲讲话谨慎一些 因为前一天柯文哲在台南跑行程 却把炮口对准蔡政府 爆料曾经听到很多工股银行的董事长 要每个人去募选举经费几十亿元 没有啦 不要老是玻璃心理大堆 其实他们就听说 我说那贪钱的贪是分贪的贪 那听到贪污的贪 我刚才说玻璃心实在是 选举到底你知道 主要的这种大的庄角 要去负责那个募反的扩打 这本来形式有年 又不是现在才有的 不是玻璃心的问题 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连结 跟每一个人的形象名声的问题 这个讲话确实要比较谨慎一些 而且必须要证据 柯市长要蔡总统不要玻璃心 蔡总统也不该虚弱回呛 要柯市长讲话评证据 双方即贪污说后 再度隔空交战炮火猛烈 倒是对中国线索路客自由行 有同样的感慨 中国如果为了总统的原因 把它取消掉 确实是令人遗憾 那对中国也是一个损失 对两岸的交流 我相信不是一件好事 他要是说半年后实施 我们要有时间准备 突然没有几天 我们这种偷袭 这个经济偷袭战 这个是让台湾人民更不爽 更不爽 现在我觉得两岸关系 已经开始进入恶性循环了 那你说怎么办 好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两岸问题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首长 显然都感到头痛 各阵营为了2020大选 角力上演口水战之余 面对中国各种打压封锁手段 只怕还是得携手合作 才能找到出路 欢迎新闻简约林黄云廷 台北报道